這套方法,一脈相承,其實都是來自巴比倫,是巴比倫尖聲術,即是說黃道十二宮 我們先去講講 安信兄弟班,大武殺,你呀,生了三十幾年,就是武漢沒有一杯新普茶 我沒有用,我沒有錢,我沒有結束 情願意寂寂寞 結果,我送了房子給他們,怎樣都要幫忙當天他 武漢大劍勢,安信兄弟班,有齊私人貸款,物業安揭和信用卡,任何周轉需要,怎樣都幫你當天他 喂呀,你為甚麼不看我 嘩,小姐,你整面暗瘡和黑頭,不是不看,是不敢看 蛤,我已經試了很多方法,但都沒用 不如你星期一,或者星期三晚收聽明星潮雨館和食得精彩時段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皮膚及暗瘡治療專家Jackaline會講解不同的皮膚問題 教大家養生美容,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方法 到時點指望你,還疼你 教你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Jackaline護膚教室 由Jackaline Beauty送上 想終極暗瘡快打31884002,預約免費皮膚資深 靚波王促身推出赤板屯骨煲,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波王,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也都遠近辭明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尝一尝靚波之味,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知識是改變命運的力量 國際式家文化中心送陣給山區學校的兒童百科傳書 結集三千多名學者,花上七年時間編制移成 若果你都想參與今次活動,中心可以代辦並送到秀慧學校 每套兒童百科傳書連運費港幣180元 本中心主席郭兆明先生還會回陣內涵 十四套精彩印度電影光碟一輯給參與者 請將全款收條、連同姓名及聯絡資料 全身2338-0633或電郵至aardf.lavigator.com 想了解郭兆明先生多年來改革農村的工作 可瀏覽www.happyhari.com 香港人王七歲了,你都想跟人王說生生快樂? 快點報名參加6月16日 在旺角帝王庭宴會廳舉行的香港人王大型生日晚會 我們為你準備了豐富的美食街窯,充滿驚喜的表演節目 和壓軸大抽獎 務求令你和一眾人王主持、嘉賓、寬度難忘的生日派對 報名詳情請留意香港人王討論區 星期一、三、五 蕭山助陣,陪你遊走古今時事,到盡民事哲理 封爺少少,現在開始 我回到幾年前都會連說 不過再說多一點,梁振英那些事 我真的覺得,我看看梁振英 第一,他現在找來做局長那一班 都不知是什麽人來的 這怎麽停了 沒有聲音了,是吧 少少技術錯 少少技術錯 畫面上大家應該 畫面著 那就是這個 什麽事呢,就找范昭出來頂 而這個事情呢,還是不停說錯話 大家看這條片先 不如是 好 深深的體驗 所以我已經很難自己就這樣作一個判斷 我只能夠是從我自己個人的感受來講 當然是一個大家都不願意見到的事 但是既然發生了,我們就要 看看怎麽可以令到一些不幸的人 可以有一種 心靈上的位置 或者補償 但是我不知道應該是怎麽做才能夠做 去壞TVB那條 後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昭勳 就平反六四表態 看下你們覺得 現在的定性是怎麽 你覺得沒有定性 我覺得現在沒有定性 所以反什麽呢,我都要思考一下 他又說,如果接下來的人大選舉去連任 會向中央表達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看法 如果社會上有這麽強烈的聲音 我作為人大代表,我都可以去反應一下 你理解香港人對六四的聲音是怎麽樣 我覺得大家都是覺得 那些學生都是一些愛國的人士 當然有那麽多人在那裏,無論是對錯也好 有那麽多人過身或者受傷 都是一件很值得同情的事 羅范昭勳說,梁振英作為後任行政長官 在一國兩制之下,不方便評論事件 但是相信他個人對六四事件是有感受 首先,他只有一隻馬,就是范昭 他好像什麽都關他事 即是等於他枕邊人,人家六四問也要問一下 羅太,梁山怎麽想 但他故意找他出來這樣說 暗中表示,其實他都是同情六四的 因為他看見,真的很嚴重 你明白嗎?劇的用意就這樣說 但是如果你的能力去到這樣 好心你下班了 那些傳媒又下班了 同日,外交部才在說 六四的定性是反革命暴亂 從未改變 你做什麽高官啊? 你現在是否跟外交部對著幹 他還說未定性,他的人真的未定性 二十幾年,二十幾年 都是這樣定性 又是誰說,何時說不是反革命暴亂 這個黨中央的定性是 中央是暗瓦底 慢慢收拾到他 但是他沒有說反革命暴亂 這件事沒有推翻 從來沒有推翻過 不過他顯示用字是修飾過 不是,他最多就是 有些人不是履通外國 或者情操可以同情 從來沒有說過這個不是一個反革命暴亂 反而曾鈺成是答得有技巧 尤其是他找他的朋友來過橋 我認識很多朋友都有去維園 四兩半千斤 有很多,他有沒有否定自己 至少他又認同去的人是因為歷史 因為道德的情緒 其實范昭和CY 我覺得他們兩個是船頭驚批船尾驚賊賊 他都感覺到上面好像有點鬆動 又怕站錯邊 所以不敢覺得這樣實 范昭和CY 他現在說明不入政府 做了行政會議 他都不方便說這麼多 又變成第二隻單題馬 就是林鄭 他這個馬房 結果林鄭出來 又是跟別人搏嘴 又是瞄人 這是黑面馬房 黑面馬的馬房 他們真的黑不曬黑 每個人都衝出來罵人 但他永遠都是打一隻箭頭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個輪延到一個 一山不能藏二虎 他的風格是這樣的 另外幾件事一起說 一個是九倉事件 官商勾結,反競爭法 還有什麼呢? 雷曼那個報告 對了,讓你們先說一下 你有什麼看法 首先由九倉事件說起 九倉事件現在續了約 之前就危危乎 十六號那裡就完結了 在完結之前 幾天就忽然之間 就談好數了 而且價格好像是不錯 蕭先生這個是不是 轉太轉得妙呢? 這些混蛋 這個一定是官商勾結 真的沒辦法說 這件事 我告訴你 為什麼呢? 他之前說公開的 他六月底約門的了 還不是十鐘 好像不是底 他真的很趕急 最後一刻才跟你說 博取 瞬歎了 即是你信不信在經營一個 海運 這麼大的項目 即是六月底 約門 你現在租單鹹脆花生 都還沒得 要接手 是很好的嘛 是嗎? 是 交吉都要時間 其實等到現在才公佈 還要怎樣 還有政治數要說得 不光政治後 就是強烈表態支持梁振英 即是一直都是威脆的 即是拉腳 一早是他挺堂的時候 已經拉腳 到現在 他是不是做了一些事情 令到 林振英都覺得他 這個樣子很熟 就馬上放水 那他現在是表明了高調支持梁振英 跟之前完全不同 大家計算一下 他八十萬呎樓面呎 整個海運大廈 每年現在就說七億租 那究竟是幾錢一呎 計算 有網友剛才好像計算了 就是現在他說的收益 還有這個 三十五元 有網友說 是完全不合理的 海運大廈 在過去五年 因為談續約 他不會回收 海運大廈 蓄意租便宜一點 來到降低 這個 續約的嘛 咦?大家想想 一千元一呎 如果一千元一呎 其實那裡 再收回大概一千元呎 一年呢 就是萬二元 我當你一年一萬元 連同那個 樓面呎來講 是將近一百萬呎 每年呢 是一百億 他是將數字做低了 很多倍的 就算一半來講 那裡都是五十億租來的 那裡是一年 是啊 明白 政府 這個等於發牌給TVP一樣 叫你建一個海運大廈 讓你做這麼多年 再有權 續二十一年 就是政府有權 怎樣呢? 是 將它來公開招標的 之前他都有放過 就叫你交吉 你要打官司 打官司 等於我發牌給TVP 沒有說不發給別人的 你的權利就是這樣 你當日標的時候 那個合同是這樣 政府是有權 將海運大廈 收回 再招標 至少都值五百億 海運大廈 因為他之前給他續約的年期 已經保障了他的investment 他的建設 其實現在夠了期 他是有權 公開招標 以及之前都放過風 會這樣做的 而整個九倉只值二千億 就是這樣 這個海運 其實你又暗示 二十一年之後 他又用這個 favorable的條件續約 這個是完全不公道的 海運是他的農脈 這個很典型的官商勾結 好像分封諸侯 差不多海運 海港城已經變成九倉的封入 當然 這個含有這個意思 就是拉攏包市 打擊四大地產商 還有那個噁心的發生 是看著吳光正一路 又說忘記填身份證 提名到唐英年 來到留住 我想一下 我以為三個牌都不會出 現在可能他諮詢過 認為出一個 有線那個 就是有線 重新諮詢過 多三個都厲害 不如出一個 就是有線 就是有線 我不明白為何這麼久以來 你知道口輪大廈 譬如在郵輪碼頭 所有事情都是一波三次 又會突然這麼好談 所有事情都變成了 自從跟董建華選過特首之後 九倉龍匯德鋒 是走水運走到現在 每樣事情都撞板 郵輪也是 之前搞什麼摩天輪 什麼事情都談不成 無緣無故現在又這麼好談 突然間 所有事情都順利了 那你給我解釋來聽聽 那他上個禮拜 發牌都跟政府唱相簧 是啊 我也說 現在我明白 重新諮詢 大家認為發多一個 那是不是有線 更硬呢 確保奧運 可以被免費電視觀眾看到 是很重要的 對梁振英來說 是愛國教育的部分 要看到中國隊 拿到金牌 就要 又奧運又看球 有線 給藉口有線 就拿了他 他特意做低條數 預備續約 當然是 因為 基於他的租金 來估計保地價 他剷到他 下去七億 而實收得五億 那七十幾億 表面都是十幾年 是不是合理 其實做低了十倍 這條數 真是混蛋 我可以告訴你 香港 其實 這是講到廉潔度 競爭度 新穩自由 那些事情 第二 他的數目是二千億 這一下子 其實大家都猜到 他是有好處的 其實是 沒有必盡海運的值 做生意的人 果然就是 益他 果然就是益他 是毫無準備 就是在約滿前 毫無接收的準備 我覺得梁振英做事 每次都是這樣 你明白僭建也是這樣 私家醫院也是這樣 最後 突然間就通了 這個習慣 真的很難看 這個習慣 真的要改 第二 第二 損失很大 我又拿了一盤帳 來看一下 就是華智爹 這個真是嚴重 這個真是嚴重 即是地回來 即是十六億 就是花了些錢 正在興建 即是在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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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怕花了二三十億 三四十億 而那層樓賣完 是賺二百多億 整間華智 是三百多億 不過這個地 還沒有反映下去 這次就是 減低了三百億 所以 即是 這個世界 即是 紫若 即是富貴而可求也 雖執鞭之事 我亦為之 你明白嗎 這些東西 全部都積了 那麼多欽出錢 結果一獲 沒有了 即是很容易生癌症 即是看不開錢的人 即是這些 是 你説過有錢 最重要的是 要緊張錢 他一定是 現在的數目非常大 即是你不說 即是賺少了那些 即是現在 即是一收 即是百多億走不掉 那裏不見 非常之大鑊 非常之大鑊 總共整條數三百多億 還有我想問 刑罰那邊又怎樣 即是官司那方面 即是除了說 錢方面 坐牢方面 大樓那裏又會怎樣 是啊 那這個不要管 但是你說 如果看錢 這些人看錢很重要 即是那些有錢大 你就知道 其實以前在封建王朝也是 你以為有錢大了 對不起 你在權勢面前 你不是傻 一下子就可以 這個無論多幾塊 這個無論多幾塊 即是 這個就是大陸的人 為何要明白 你現在有錢 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可能下一秒 就沒有錢 為什麼法治 這麼重要呢 但狼內鳥 現在都未正式登基 已經令到整個社會 好像非常不平衡 即是信我者窗 港大最新的民調 他都很大 說現在整個政府的不信任度 是歷年高 歷年跌到很低 即是他現在等於七一 就是他還背著政府 即是這個很嚴重 即是政府呢 是一個五百斤重的賈鈴來的 梁振英呢 頭幾乎跌到地下 一過了七天之後 就所有東西都入了他 他自己本身都是一個負資產 再拿一個負資產政府出來 他應該是一個負能量集結的一個物體 他真的比董建華厲害 很厲害 我跟大家說 當然 他是有原罪 即是香港人對他有期望 這個期望越大 他就越糟糕 即是他將來是沒有辦法 deliver得到的 而他有原罪 就是他是共產黨的 其實個個都心知肚明 而他那幫人代表的就是威權政府的思想 政府要有為 即是這些事情 經常都是說這些事情 即是現在 為何還有人會支持梁振英 即是那幫人覺得 即是你共產黨 現在我不管是否共產黨 最緊要我現在有屋住 有飯吃就可以了 結果原來你騙了他 他的反撲是否更大呢 即是 因為那幫人沒有聽我們 他們還在說梁振英是做得事 其實有一堆這樣的人 其實他不知楊振英是楊振英 不做得事 哈哈哈哈 這是秘密 他做不到的 因為他一點政治常識都沒有 我可以告訴他們 哈哈哈哈 他做幾件事 都已經很噁噁的 就算他順我者昌云我者望 都可以掩飾得好些 但他每次都是樣樣衰衰的 而且說起來 那種恐嚇 就是當全香港的人是沒有智慧的 是的 就是 以為強硬就可以 但結果就是 很糟糕 他試試強硬 他就發現 頭不壓力 當然這幾天 就是在講競爭法 我一定要看競爭法 我先問劉翁來講 先講 TALK LEARNEDLY ABOUT競爭法 即是這樣的 你有什麼要講 你成不少 這個其實是否要講 雷曼那件事 如何體現到競爭法 那個重要呢 譴責任志光 現在譴責任志光 任志光當然不疑你 出了四張紙來回應他 即是他說 譴責只可以在這個 有欺詐的成分 情況之下才可以用 我完全不是這種情況 那他的英文不是譴責 其實是 類似深感遺憾 深感遺憾 中英文版本是不相同的 現在最主要是 這個報告出來之後 就有三位委員會的成員 不同意這個報告之後 就出了一個小眾報告出來 就是黃耳宏 還有石禮謙 石禮謙和林健鋒 另外我覺得 有一件事是很難接受 就是黃耳宏又說 其實投資者真的有責任 這個又是挑動了人家的情緒 即是你跟黃耳宏這樣說 即是那個金魚佬 然後哄個小女兒上天台 那個小女兒是有責任的 因為他當然是上去看金魚 是不是要你喜歡看金魚 這個黃耳宏是白鋼癡 他是金魚佬的 問題是誰 不是每個人都有少少責任 即是那個小女兒上去看金魚 你也有責任 因為黃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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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耳宏 因為黃耳宏 他爸爸要勤力一點 所以看不到他 你推下來 每個人都有幾億億分之一的責任 全世界人都是 好像佛家業 還有整件事 整個報告好像沒有怎樣怪責過銀行 也有罵到 尤其是說中銀有部分雷萬客戶是文盲的 黃耳宏 不用理 黃耳宏 這些人 香港政客的水準之低 我聽了一段時間 那些議員說競爭法 是沒有一個人 可以懂得 讀競爭法 我先簡單講了我的立場 競爭法的立場 唯一可以進行競爭法的 就是對付一些很大的公司 你明白嗎 其實最主要是用自己的行為 因為原理上 我解釋給大家聽 那個爭辯 自從從Antitrust Law到現在百多年 這個 有些argument是很可笑的 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競爭法 為什麼你沒有呢 如果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 Tariff 入口稅 為什麼香港沒有呢 不是全世界做的事情 你應該做的 這個 而香港大部分 這個我講過 我不是想重複講這一點 香港大部分的反競爭 就是政府造成的 根本是政府立法去保護的人 而這次的競爭法 完全是豁免的 這些東西是 那即使是美國的Antitrust Law 它每次出手都是打最大隻的老虎 就是由標準證由到Microsoft 都是 是的 我不明白 為什麼 一家小公司 可以串謀到去做一些反競爭行為 怎麼可以有權去告那些 turnover很小的公司 你是不是相信全香港 三千家士多加起來 暗中抬高出錢一丁的價錢呢 會不會齊心呢 會不會齊心呢 三千家士多 要開幾個內會呢 這就是上次劉健宜說的事情 在城市論壇說的 就真的荒謬了 完全是 那些小公司真的沒有意思 現在劉健宜說 劉健宜說 劉健宜其實就是 一聽到競爭法 第一個反對就是那些小商戶 他說那些中小企很害怕 我們人網都會害怕的 我根本真的有一個對方 你如果要說 因為芝加哥學牌 認為 我看過那些這麼厚的書 講古往今來的競爭和反競爭法 他們那幫人 就是大律師都不是 勉強的競爭法 首先 那樣東西不是立法壟斷的 就好像TVB那樣是立法壟斷的 全都只有兩家 那家倒閉了你就發達了 是不是 大律師是立法壟斷的 醫生是立法壟斷的 這些全部都是立法壟斷的 隧道 這個電 貨櫃碼頭 航空公司 全部是政府 政府立法壟斷的 好了 不是政府立法壟斷 或者是天然壟斷的 大家舉些例子出來 他是可以牽回 我要問你的壟斷 從何而來 白街是有一定的壟斷優勢 為什麼 因為地產 因為他掛結地產掛把權 而地產是壟斷的 你明白嗎 因為祥實和和王 不肯租那些店舖給別人 這個講得明白 他們的商場只有八街 不會有衛康隔 你要行隔離 祥實八街去到上海 就是壞街 是不是 所以這個又可以說回蕭生 剛才的士多比喻 就算那三千間市多 一起推高來頂八街 他都不可能頂到八街 因為他根本沒有鋪 就是行業壟斷了 在蕭生之前 那樣東西是公開競爭的 其實呢 就是很難壟斷 就是很大的公司 可以做一陣間的壟斷 我為什麼支持林競爭法呢 他有一段短時期 是做到的 你明白嗎 因為他佔到market 90% 突然一扣 你們要加一倍價 你沒有不行 那樣東西是很難replace的 在短期內是做到的 長期試試 他也是死的 為什麼呢 你拿著90% market share 我拿著1% market share 你減價那一刻 你就 99% 你虧的錢是90倍的 到你一加價 我一加價 就進入多些來頂你了 你明白嗎 那個霸權呢 這個譬如說百佳和惠康 你以為他很厲害 其實他是跨教地產霸權 地產霸權 是跨教官商勾結 來源是非常清楚的 這個 而教科書 你說教科書的壟斷 教科書的壟斷 第一 是教授教育師處的人 審批 不是他們搞的 是不通的 最後的來源 都是在政府身上的 這些是 告一些小公司來做什麼 我舉個例子 可以告小公司 是非常危險的 就是反過來 你 有多大有多小 那樣東西 是你怎樣去 define market 假如 我define的market 是專賣一些 尿靈的貴價東西 反過來 是衛康百佳去告 他把market一縮小 就佔了九成 可能他專賣某種芝士 在CSUPER才有 是啊 所以 反過來 你把market 什麼叫做market 就是你怎樣縮小 毛巾佔了九成 就算做了毛巾九成 你也不可以逼得 你一定買他的毛巾 你還可以說 首售毛巾 有簽名的毛巾 你繼續define 結果那個東西 一年做一百萬差的東西 你告他 你告他 有人說不怕告 為什麼 當然怕告 因為我們的legal cause 因為掛靠另一個壟斷的東西 就是大律師那裡 是窮人或者小公司 是沒有資格打官司的 最慘打官司 最慘都不是窮人 最慘是中小企 一打就要結束了 我們這個成本太貴 我們的法律成本太貴 你明不明白 於是有人發明一間新鮮的東西 一間小公司 他在那間新鮮的東西 摺九成的 大公司怎麼可以告他 就算他告不告得入也好 那間公司在死 就可以打到你破產 他沒有case也好 就可以打到你破產 你根本沒有資格 跟大公司打官司 這個point不是他告不告得入 其實他要你上court 要你請律師 你已經夠死了 是啊 這是可以欺凌你的 所以我不明白 可以有權告一些小公司來做什麼 你講一個case給我聽 小公司是可以壟斷市場的 給我聽聽 如果他沒有專利權的保障之下 怎樣做一件生意 是可以非競爭地去扭曲市場的 你講一件事給我聽聽 這個scenario是不存在的 他就不是小公司 根本這件事已經不合邏輯了 一間小公司壟斷整個市場 那他就是大公司了 他壟斷了整個市場之後 他就是大公司 白街到上海建築的家樂福 和窩脈真的變成小公司 所以就走 這也是 所以就死了 是不是 喂 這個 這個 就是 這個 阿信奧 就是這樣說 就是白街和衛康 就是你起碼 那個turnover 是以百億計的 這些公司是可以被告的 你明白嗎 在短時間之內 他真的可以利用市場 當面來的機會 你說一間做幾千萬生意的公司 你告他 你來做什麼呢 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電溫的時候 告阿信奧呢 廉價百貨公司 成為一個category 你壟斷了廉價百貨公司 他怎麼說 他現在是玩debate 或者你告他 壟斷了不賺錢的百貨公司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你點Define 你一直縮紮他 終於就可以告阿信奧 電溫轉回來 是不是 哈哈哈哈 關Defination 好像玩debate 沒有意思的 所以 其實 你不能十億八億 公司 告他來是沒有意思的 即是 告到也要十億八億 那些公司 其實是 才可以利用財勢來令人 那近來是否有 現在過了二讀 當然到了三讀階段 他們在說修修定案 看看這個小時內 他能否搞定 等於你這樣Define 你縮紮 人網就變成壟斷性 就是利用市場優勢 是不是 只是說網上電台 然後你再網上電台 進港粗口的 神經病 變成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人網 你網上電台進港粗口 還有Chroma Key 還不是你一百個百分之九 一百個百分之九 因為沒有第二家住香港 不行 哈哈哈哈 時間差不多 星期五再去現場版